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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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講一些很基本的Learning Theory 大概告訴你說Learning 是怎麼一回事 為什麼我們可以Learning from Data 那整個 我不想各位有沒有學過開根號 以前我學開根號的時候 就一直想往下算 然後覺得算越多位數就越準對不對 那好像就比較厲害 那一樣的事情咧 在很多人開始接觸 Machine Learning 的時候 早期也都會想說 我希望我的 Learning Algorithm 可以 fit 我手頭上的資料 fit 越好 越準越好這樣子 原本期待就是說 Data Fitting 你找一個 Model 可以完全的 fit the data in your hand 這個是最棒的 那就好像你小時候在學開根號 你覺得一直往下開 然後很多位數 昨天是那個拍日對不對 3月14號 有人就被那個拍了3.14 159 265 35 然後有個電影好像是三個傻瓜 然後有人可以背到200多位 但是那個東西其實你現在想一想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從 Learning 的角度咧 你要的事情是做 Prediction 這個是我們一再重複的 那我們在第一堂課在介紹的一些 Learning 的概念 從一個 Toy Problem 這一部車是跑車或不是跑車 那我們當時咧 因為 Data Point 很少 然後 Dimension 很低 我們只用 Engine 的 Volume 跟 Price 這兩個 Feature 那只有大概9個點 11個點 所以我們很容易找到一個 Classifier 把你手頭上的所有的點都分對 那我們當時講說一個 Classifier 如果說在你手頭上這些資料 或者說在 Training Set 上咧 完全 100% 正確 我們就說它是 Consistent 把所有的 Consistent 的那個 Classifier 收集起來 我們把它稱作叫一個 Version Space 那 那個東西咧 就帶到說 我們有一個 Data 的 Input Space 那其實我們未來要討論的是你的 Hypothesis Space 你的那些 Classifier 所形成的空間 那是另外一個空間的概念 那我們今天會介紹 怎麼樣去描述那樣的空間的複雜度 但是至少你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你有各式各樣的 Classifier 你允許你的 Classifier 非常複雜 非常有彈性 那麼即使是你有很多的 Training Data 你都有比較好的機會 得到這個 Consistent Classifier 至少這個可以想像嗎 這個孫悟空號稱有 72 變 但是他永遠逃不過盧萊佛的手掌心 所以不管你怎麼樣 Label 盧萊佛他就是有一個非常大的 Hypothesis Space 他都可以掌握住孫悟空 所以你在想說這種 Labeling 就好像是孫悟空的幾遍幾遍 但是只要你那個 Hypothesis Space 夠複雜的時候 你都可以把它掌握住 只要你的 Classifier 跟這個 Training Site 是完全一致的 就是說你 Classifier Predicts Positive 它實際上真的是 Positive 這種叫 Consistent 這個 Classifier 我們關心的 並不是它是它在 Training Site上 Performance 我們關心的是它在未來 在那些新的點沒有被你觀察到的 那些資料的 Accuracy 所以我們談說所謂的 這個 Classifier 它可以正確的 把不在 Training Data 的點也分對 這樣的能力叫它的 Generation Ability 就是它可以一般化的 我們最希望就是說 我看到一些 Training Example 我從裡面歸納出來的規則 來預測未來資料 預測很準 換句話說 你希望 Attract 一些路額 可以放諸四海皆準 可以嗎 就是一個好的路額 它應該要有一個 Generation Ability 應該要大一點 那這裡面呢 有一個事情你可以稍微想一下 如果有一個規則很複雜 那樣的規則 容不容易是一個 放諸四海皆準的規則 所謂複雜的規則 如果怎麼樣 如果怎麼樣 然後怎麼樣 一大堆 Description 然後折怎麼樣 那個條件很強 那要求很多的 很複雜的規則 其實沒有辦法描述出 一個一般性的現象 有沒有人聽過聖經密碼 那在中國叫推背圖 很多人講說 這聖經密碼 聖經裡面早就預測 那個甘乃迪會預測 那有人是講說 那本白經紀裡面 預測了很多事情 那這個 為什麼舉這樣的例子呢 其實如果你看到一個現象 你說 我有一組規則可以解釋它 事實上 你事實上是想要量身定做一個路 從後果去推前因 那聖經密碼其實它會告訴你說 聖經翻第幾頁 第幾個字跳哪一頁 這個好像 Given一個 Bible 它很多內容 裡面一些字 然後你可以定義複雜的規則去 imply 出你要想要的結果 當你有一些很複雜的規則的集合 非常 complicated rule of set 你總是可以裡面挑到 符合你內心要的結果 可是 這個 從來沒有道理 你在做 prediction 你 不是要 fitting 你手上 要 fit 非常好 你是要做 prediction predict 非常好 你去找人家幫你算命 那個算命先生 你家幾個兄弟姐妹 小設事怎麼樣啊 然後哥哥怎麼樣啊 就講一拉堆 好像對 好像你有一點記憶模糊 好像解釋了你過去成長的歷程 可是這是你要的嗎 它不過是要說服你說 其實我很會算命啦 你過去的事情我遼如指掌 可是你心裡想說so hot 你把我家講了一清二楚 你知道我過去發生什麼事 so hot 我也知道 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發生什麼事 我關心的是明天會怎麼樣 我關心的是我研究所會不會兩年畢業 所以你要的做 prediction 一個算命先生把你過去的東西 講得再怎麼清楚 都不代表說他有能力做好的 prediction 那同樣在做 machine learning 是一樣的 你 train 一個 model 你把過去的東西解釋得很好 把 data in your hand 我們把它叫 training set 可以百分之百準確地分對 這件事情從 learning 的角度來看 不是最重要的 它有影響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 不是你在做 training 的主要目的 你希望找的是一個規則 可以去做未來的預測 而不是解釋手頭上的資料 或解釋過去的資料 所以就開始大家在想說 什麼樣是 什麼樣去 evaluate 一個 learning 的 classify 好不好 我們上堂課解釋了什麼 binary classification Cost sensitive 或不 sensitive Multi-classification 那都是實驗數據上去做 做一些 performance 的評估 但是總有一些好的理論根據 可以去估計說這個 classify 有沒有一些 general 的 property 是我們需要去顧慮的 然後有沒有一些好的理論基礎 讓我去 design 出來的演算法 它的那個 model 會有比較好的 generalization ability 我們一直在強調說 為什麼我們可以 learning from data 就是說我的 training set 你就把這個 training set 代表是 data in your hand 當然我們昨天講說 我會把這個 data in your hand partition 成兩塊什麼 training 或 testing 那這裡我們 testing 就想像是未來的資料 我們都會去想說 這資料是所謂的 iid according to 一個 fixed but unknown distribution 這個就是我常講說 很多你做資料分析 大家想像說 我現在就有一百萬筆資料 我能把這一百萬筆資料分得很好 好像就得到聖杯 那其實不是的 今天這一個一百萬筆資料 之所以在你的手頭上 是在某種因緣下 某一個 fixed but unknown distribution 下 它跑出來被你看到 那別的人他可能也是在 在under同樣的 distribution under同樣的因緣 他會看到另外的五十萬筆 另外的人可能看到七十萬筆 那每個人都在做 machine learning 一個好的方法應該是說 你從這個五十萬筆七十萬筆 train出來的 model 跟我一百萬筆train出來的 model 要某種程度要很像嘛 你不希望說今天用這十萬筆資料train一個 model 明天用另外十萬筆資料train出來的 model 南遠北側 就完全不一樣 那我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今天那個 testing data 剛好是另外十萬筆 你用這十萬筆train出來的 model 跟人家直接train那個 model不一樣 代表你這 model在做 prediction 可能會有問題喔 那我要講說 那我要講說這個 model 的好壞 除了你眼前看到的 我們講的所謂training set accuracy tasking set accuracy 其實還有一個 所謂model到底穩不穩定 model 穩不穩定是在於說 我今天用同樣的來自相同 trained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generate出來IID的 dataset train的 model 另外一個同學用同樣的distribution fixed by unknown distribution 又找到另外一組training dataset 然後他有去估一個model 你們這個model如果差異很大的時候 我想說大家用同樣的演算法 差異很大的時候 這個就不是一個好的模型 我們講一個比較直接的例子 如果說今天叫你去有一個骰子 這樣你去值20次 你告訴我出現6的幾率是多少 然後我再把這顆骰子拿給另外一個同學 你也丟20次 那你們用各自的方法去估 或者是說我說假設你的方法 你去估就算平均好了 他也會要求他算平均 這兩個東西算出來的答案不見得相同 但是你知道如果算平均是一個好的方法 他們兩個答案不至於相差太遠 可以嗎 那他們兩個之間的差異就是 模型上會出現的一些difference 因為大家是值相同一顆骰子 你觀察到6的次數可能是3次 他觀察到6的次數可能4次 甚至可能5次 而估出來的出現6的幾率不一樣 可是如果這一個算平均用所謂的 MLE的估法是夠好的 那這兩個差異可能就不太大 可以嗎 所以我們今天要learning from data 我們先假設說 我的training set跟未來我要predict的東西 其實是有某種程度相同 相同在於說 來自於fixed but unknown的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我們把它叫做iid independent identical distribution 那我們其實真正想要去evaluate 是這一個model的quality 我們想說有一個所有可能的classification 或者classification所成的集合 我叫H 大H字我叫hypastic space 一個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 就有它對應的hypastic space 比方說你用的是online perceptron algorithm 它的hypastic space我可以想像的是 所有n度空間裡面 那些hyperplane所成的集合 所有那些所謂的超頻面所成的集合 如果是在r3就是三度空間所有平面所成的集合 你如果今天採用的是online perceptron 所以對這個online perceptron algorithm 它背後對應一個叫hypastic space 透過這個rn可能產生的所有classifier 我們其實要找的是說 給你一個training set 你決定用這個online perceptron 在裡面找到一個對應的hyperplane 盡量把你手頭上這training data分對 那當我要評估這個quarty的時候 我其實不應該只看我眼前的資料 其實我要把說這個資料的distribution 把它考慮進來了 這才是一個比較完整的 估這個quarty的好塊 所以我們如果把它想像說 我有一個叫risk function 這個risk function 基本上就像你的error function 我今天如果有一個hypastase 然後according to我這個distribution 這個hypastase會造成什麼樣的誤差 所謂的錯誤率或者錯誤的點 你的training set 我們講supervised learning 在這邊我就姑且用binary classification 我有x part 在描述這資料 身高體重年齡 y類可能是成功失敗 有錢沒錢 whatever就是兩類 那所謂的error 是你的 你利用這個hypastase 利用這個h去猜 這個x的label到底是什麼 如果它跟實際的y不一致 那它就叫一個error 可以嗎 所以這個error hd 是一個hypastase 根據這個某一個distribution下 它會造成的誤差 會造成的錯誤有多高 那這個東西其實 跟fixed but unknown distribution有關 所以這一個值其實是理想上 我去評估一個hypastase的好壞 但是這樣的評估咧 我好像得要知道 這一個distribution 很不幸而我們是說 這distribution事實上是未知的 那我們把它更具體化 另外接下來介紹這個方式叫 probably approximation correct learning pac的model 這個寫得非常保守 這個寫得非常保守 近似可能的正確的learning 這個pac的model 其實寫得非常保守 那會寫得那麼保守的原因是因為 背後有一個fixed but unknown distribution 我們這一套方法最後估的 其實只能估到這個error的upper bound 只能估到error的upper bound 這一個delay是指的某一個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fixed but unknown 你可以把它想像是所謂整個母體 那我們有限的生命我們能看到的 就是這個手頭上的training set 我這s 就是這個training set 透過一個rid independent identical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this distribution 我看到的一組training set size l 那我要去找這個hypothesis 我要找這個h 我其實是會根據這組training set去找 但是我會造成的誤差 我是要考慮連未來的整個population上 我可能造成的誤差 所以這個hs如果是固定的 這個還是一個跟這distribution有關的random variable 只是我是根據這個手頭上的training set 告訴我某一個特定的learning方法 某一個特定highpothesis space 我根據這training set去挑一個比較好的 那這個東西咧 在整個entire的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它還是有可能犯錯 那這個錯誤咧 我就用這幅畫表示 我把它想成是某一個random variable 那這個random variable distribution 跟這個背後的fixed but unknown的d有關 我沒有辦法直接告訴你這個d 這個probability distribution長成什麼樣子 我今天只是觀察到某一個random sample s 那至少 雖然我沒有辦法知道d是什麼 但是我還是很想要知道說 這個random variable有沒有一個upper bound 那所謂的pac model咧 就在故障的upper bound 那這upper bound咧 跟誰有關 跟你手頭上有多少training instance有關 跟那個training set sizeL有關 跟你選定的highpothesis space有關 我剛剛選所有的linear的function 就如果用unline perceptron 我也可以選k-linear neighbor 可以一固定 我那個highpothesis space就固定在那邊 只是k-linear neighbor 這個我不太容易去描述它 我那個perceptron我只要用 所有平面所成的集合 我只要用平面的反向量跟結距 就是用w跟b 我就把這整個space describe很清楚 unline perceptron argument如果在rn空間 它的highpothesis space的dimension有多高 感覺上好像是n加1嘛 因為w有n的變數嘛 然後你結距嘛好像有n加1 這個只是直覺 待會我們會看它另外一個 indirect的定義這個hypothesis space 到底有多複雜 它怎麼樣看它的複雜度 然後另外這個data呢 是一個信心水準 就是說你對 你未來是想要對這個random variable 提出它error的upper bound 那你對這upper bound有多大的信心 就是用1-data來表示 所以這個是function of lhdata 那其中這1-data代表是說 我未來對這個error bound的估計 信心水準 我未對這個bund的信心水準 所以這個option是它的函數 你如果要求信心水準很高的時候 要求信心水準很高的時候 這個option值應該是要給大的還是給小的 就是說我今天所謂的信心水準說 我對這個error bound的估計的把握程度 如果我要求的信心水準很高 顯然這個option可能會很大 你如果沒有感覺我舉個例子給你聽 考完期末考牌問我說 老師我考幾分 我那時候即使還沒開考卷 我就說你的分數 可能落在0跟100之間 這件事情我百分之百有把握 你會覺得我有講跟沒講一樣對不對 可是我說這個你的分數在0跟100之間 我有100%的confidence 這個data就是0 但對你來講你這麼有把握 可是你好像我好像沒告訴你任何事 我換個角度跟你講 你的成績喔 根據你過去上課的表現 根據你的作業 我覺得你應該在70跟90之間 但是我只有80%的把握 這這個data就變成0.2 1減data就是0.8 當然我在說70跟90之間那個range 就比0跟100的range小很多了嘛 那你好像有聽到一些事情嘛對不對 我如果跟你講說 你這個range是在0跟100之間 我很有把握 不會在這範圍以外 那你會覺得說 我根本在糊弄你們 你聽聽就走了 你根本不敢跟我講 如果說你大概在70跟90之間 我有80%的把握 那你會覺得應該比較happy 我這只是告訴你說 這樣的 error bound的估計 跟你要求的信心水準是有關係的 那你要求信心水準很高 其實你通常我會比較保守的 把這range放寬一點 這你可以想像 第二個你想像 它如果是Lh跟data的函數 這L大的時候 L越大越大 你其實應該可以估得越準 L越大 這個aption 這個 error bound 應該可以估得越小一點 你想想看一個最極端的 這個 雖然d這個distribution 是fixed but unknown 可是你如果今天 你的training instance 有無窮多 你可以一直做IID 一直做IID 去抽這資料 抽到一定大量的數的時候 你好像已經感覺出 已經知道這個distribution 是什麼樣子了 所以當你越對這個distribution 越有感覺的時候 你去估這個 這個error bound 其實應該要可以估得越好嘛 對不對 所以很自然的說 這個跟L是有關的 跟這hypothic space的關聯在哪邊 你今天如果這個hypothic space 是只能用很簡單的規則 那你總有一個極限 可以嗎 你說我今天的hypothic space 只有看第一個attribute 大於2或小於2 或大於3或小於3 我只看某一個attribute 它的分 就好像digitian tree分成兩邊而已 那不管怎麼樣 你的規則就是只有這一類 那你從裡面去挑 就有它的局限性 所以你怎麼樣去做 你的error都會跟你能選擇的 hypothic space的大小有關 我今天跟各位強調就是說 我今天有一個 我要開始講一些 所謂learning theory PAC model 那我們有興趣的是說 我看到這個training set 我用了我的方法 那這個方法 它在未來這整個distribution下 所造成的誤差可能會有多少 當然我們在不知道 那個distribution下 我只能對這樣的error做一些 有些error bound的估計 那這個error bound很自然的 跟你的training set 大小應該是有點連結的 跟你在想說 我這個估計到底正確率有多高 我有多高的信心水準是有連結的 我要求信心水準高 我會比較保守把這個bomb的放大一點 跟我能選擇的hypothic space 裡面的hypothic是有關的 所以至少你可以接受說 這個error bound跟這三個事情 是有連結的 那繞了這麼多彎 只是說 這個後面存在的那個fixed but unknown 的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我們沒有直接去估計它 整個所謂的PAC model它的宣稱 它在講說 我的error bound 我今天在這個training set s下 利用我的learning algorithm 那個固定的hypothic space 挑到的hs 它在這個distribution下 可能會造成一些誤差 這誤差超過option的範圍裡面 的幾率會小於data 這是一個 那這兩個等價說法是說 我造成的誤差會小於等於option 這個幾率超過1-data 也就是說 我今天選了這一個training set 然後在這hypothic space下面 我去做出來的error rate 一定小於等於某一個option 那你這一個 這個option是1 你的data是100%這個 因為你是probability 所以這個就沒意義 所以你今天要看的是 一個好的方法 應該是在相同的training set下 這個值越小越好 而這件事情成立 你有很大的把握 這兩個事實是等價 講起來就是說 這error 我透過這個hs 產生的錯誤 這個錯誤我們談的是 這個random variable 一定會小或等過某一個error bound 而我對這樣的估計 我有1-data 這種信心水準 那很重要的是 這個option 它是跟l有關 跟h有關 跟你要求的把握 你的信心水準有關 跟背後的distribution 已經無關了 你是考慮進來 但是我就考慮一個bomb 那所以 因為你避開了 這一個d 所以你這個bomb的估出來 會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這個就是可能的 差不多的正確 叫pac model 所以大家在談這個learning theory的時候 講的是這件事 所以那個想法大概就知道說 如果我在講說一個hypothese 那它的好壞 根據它現在的training state 其實你會去估計它的error bound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為什麼需要估計error bound呢 是因為我們目的不是要把我手頭上看到的資料分對 我是希望說以後我遇到新的問題 我用這一個model去拆 我的正確率可能會多少 或是我犯錯 我後面存在的風險risk會多高 我想要有一些概念 那回到說我們比較practical 就是我今天有一個資料給你 那一樣你剛剛講說這些資料呢 都是according to IID 的distribution 它的density是它pxy 這個叫join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這個x part跟y part 他們的join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如果我讓你去給定一個hypothese space 給定一個h 我說你幫我挑一個好的h 好的classifier 你很自然的 我覺得這是大家都會想是說 我挑出來的期望誤差 要越小越好 這個risk 或者說這個error 其實是根據這h來的 那怎麼算它的期望誤差呢 應該是 你注意我現在的outcome是1或負1 我的y也是1或負1 所以我把hx減掉y加絕對值 只有兩種可能的值 只有0跟2 可以嗎 這是為什麼我前面乘以2分之1 就我現在設想的我的問題 是一個binary classification y的值是1或負1 我的hypothese outcome是1或負1 當我的hypothese outcome 跟我的y的部分是一致的 那這個不會產生任何誤差 如果不同 可能是-2 可能是2 我把它加絕對值就變2 那前面除以2分之1 就在等於在count 我這一個點 x 我某一個training point 就x跟y 或者是說 某一個data point according to the d d出來的就是一個pair x跟y 用這個h來拆這個x的label 如果跟y是一致的 就沒有penalty 沒有error 如果不一致我就計1 然後把它在所有可能的範圍去做 做積分把它做起來 你也許會覺得說 這個積分真的有點怪怪的 那我們在想所謂的期望值是怎麼樣 是這個event的值 它對應的機率是多少 然後把goes through 所有possible value的加全平均 那今天所有possible value 是來自於這一個x space跟這個label 那你把所有它可能加全起來 起的比較有學問 就把它全部積分起來 那如果你說我沒有那麼有學問 我就告訴你說 這個xy的pair 如果是分錯的 分錯代表說他們有不同 那前面乘二分之一就是1 那我說這種pair出現的機率值 假設我把它 讓我大膽把它想成是離散型 機率值是0.05 所以你這邊就加了一個0.05的error 期望誤差 那如果這個xypair你的hypathy可以分對 這邊是0 那這個機率值可能是0.85 所以你在這邊就 85%你就不會分錯 就沒有失分 在那0.05你又有失分 那有另外一類的x跟y 它是可能是10% 那你也分錯 那你這裡就有0.1乘上這個1 所以你total error rate算起來就0.15 可不可以想像 那你只要把從離散把它extend到連續 所以你該用的就是積分 但是這要算就是說 你得要知道它是多少 這要有辦法做嘛 所以我們是說 最理想的一個hypathy space hypathy space 一個classify 一個idea的classify 是應該 我們叫h star out 加個star 最佳的 應該是 帶進去 它產生的期望誤差 expected classification error 是在所有hypathy space裡面 最小的那一個 我現在 給定一個hypathy space 比方說online perception error 就是所有hyperplan 然後 我今天希望你找了一個 最好最好的classify 你應該說 我如果知道背後distribution 呈現什麼樣子 我根據這個distribution 我去找一個h star up 讓它造成的誤差 應該小過其他人 那這叫我最好的 那說這個不切實際 不切實際的理由是 這個不知道 這個不知道 所以說不切實際 但是 但是我希望你可以 接受這一個觀點 這觀點就是說 欸我要挑一個 我要猜 你今天不管你去cassine 你去猜 你都是想說 我知道有一些不確定性 但是我 總有我自己的feeling 我的路而 那在這個路而下 考慮如果去想像那個distribution 知道的話 應該是造成我的誤差越小越好 但是這個distribution 通常不知道嘛 對不對 今天如果你去那個cassino 去玩投骰子 你唯一能相信的 你在做decision 就假設那個骰子是公正的 但是那骰子可能不公正 那是他們賭場最大的秘密 可能出現六二機率低一點點 那你不知道 你都以為是uniform 所以你就根據uniform 再猜 你就自己帶一個真正公正的骰子 投多少你就猜多少 那這樣一定輸嘛 對不對 因為你不知道這個背後的distribution 可是你能做的就是說 我如果知道這distribution 我知道有一些renderness 但是我還是希望去找 根據這distribution 讓我的那個期望誤差 越小越好 做不到的事就退而求其次 就我沒有辦法知道這一個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這join density 那我不要做期望誤差 我就做一個 我們叫把它叫impurical risk 叫實驗誤差 我就真的去IID去random sample L個instance 然後一樣 我I從1到L 2分之1就加起來 這其實這一部分 再算的是說 在這個L size為L的training set裡面 我用了這個hypothese 我犯的錯誤有多少個 可以嗎 那除以L 這個就是什麼 error rate 就是我們昨天 一開始講的error rate 好 那有一件事情 我不要你們 聽得進去 如果我這個L 到無窮大的時候 我今天手頭上 拼出來這個training set 應該是有辦法 很接近這個probability density 或是說我可以了解 這個density function 合理嗎 因為 因為這種配 如果 假設 這個density 在這邊density很高 它背後隱含的時候 你要去看到這個xy pair 機率很大 可以嗎 剩下它的密度 就是這個 這個probability density是pxy 如果這個xy 這個pair值很高 代表說 這類的 這種instance 被我觀察到的 我用ID看到的次數 機率是比較高的 那當我L的size很大的時候 這一類的點被我看到的次數就變多了 同意嗎 那如果這類的點被我看到的次數變多 它又是分錯的點 那我的這個impure risk就變高了 如果我這類的點其實我是分對的 然後它佔整個distribution裡面極高的比例 那我的impure risk也不會太高 所以我如果有很大量的training set 這L很大 我其實做起來會比較放心一點 那這個也回顧到說 當我這一個L很大的時候 我對這一個L這個bund 我就可以估得比較準一點 所以如果你用這樣的問題 剛剛期望誤差 epective risk 這是好的 但是不可得 因為我不知道那一個probability juring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是什麼 那我退而求其次 我很務實地說 那我就真的去做實驗 我就有個training set size L 那我就根據這個training set size L 不同的hypothese 我就會有一個所謂impure risk 那我要找的一個好的hypothese H star impure 應該是在所有的 我可以選擇的hypothese裡面 它的實驗誤差最小 它的impure risk最小 這合理嘛 那個大H 就是你能選擇規則的來源 那我從這裡面挑的規則 應該是造成我的實驗誤差小一點 這都符合直覺嘛 原本是我們也知道應該你從這個 我能選的候選人的範圍裡面 去挑一個 讓我的期望誤差越小越好 但是它不切實際 因為我們不知道 這個probability density是什麼 所以我說 我就做一些IID的實驗 我就抽了很多點出來 那這個叫我的training set 我的science L 那我未來咧 去找的hypothese 就是根據我手頭上的training data 去挑一個 讓我的empirical risk小一點 早期人家對learning的概念嘛 那當然要求說 這個L越大 我應該可以做得越好 實際的問題是說 這個L要大 Cost很高啦 因為它除了有X的部分 它還有Y的部分 那Y這個label往往是 可能是要domain expert告訴你說 這個是腫瘤的 乳癌腫瘤的病患 這不是 那光是這一個事情 你就想像說 後面的Cost高 Cost高咧 就代表這L不會大 那L不會大咧 L不會大 你如果用這個規則去找 你可能找到的規則是 可以解釋你手上的資料 這小小的L size的training set 做得很好 但是未來做prediction的時候 可能會出問題喔 那這種現象咧 我們把它叫overfitting 就是說你在你的training set上表現很好 在你手頭上的資料表現很好 你去做prediction的時候咧 做得不好 原因是在於說你在挑這個hypothic的時候 你完全依賴這個impurable risk 而不是因為我對這個expective risk 無從著手嘛 我能模糊的知道只有在這個size 那我要問的是說 這種所謂overfitting 是你把手頭上的資料分得很好 但是你做prediction做得很差 你要有overfitting齁 這件事情L大容易發生還是L小容易發生 L是你training set的size 應該L小比較容易發生嘛 原因是因為你根據少少的training set 你就要講大話 你就看到說我有一個規則 在這個L的training set 小小的data set就很準 prediction是正確 所以L小其實你要的那個 你後面對應的consistent classifier很多 你的version space很大 你挑到不好的 會overfit的機會就比較高 所以fitting data2way 這個data如果size不夠大 L不夠大的時候 你後面潛藏的overfitting的risk比較高 第二件事情 縱使L很大 縱使L很大 你如果這個hypothic space非常複雜 你的選擇很多 你有各式各種不同的路 都在這個hypothic space裡面 你會overfitting的機會比較高 還是說你這個hypothic space不太大 你能選擇就那麼幾樣 哪一個的overfitting risk比較高 如果能選得很少 然後他又可以把大部分的點分對 假設裡面能選得很少 裡面有一個是對的 那你犯錯的機率就是 少少的分支可以解 假設是有m個 就是m分之m-1 m很小的時候 你選你的那個錯誤率比較低 反之 如果你在hypothic space很複雜 你很多種選擇 你那個version space很大 就是說好多小H勒 它的那個training error都是0 那我就隨便挑一個 那我overfitting的機率可能就高一點 所以我講兩件事情 這overfitting的現象 跟你的training set size L 有關 跟你對應的那個hypothic space的複雜度 有多rich 有多少選擇是很有關係的 這個我們一般 叫ERM